我是古阿木 今天要來做一個火箭升空取得認同的實驗 在火箭男孩這部電影中呢 男主角一直沒有得到爸爸還有村民的認同 大家都覺得他是哨把星 後來男主角怎麼改善這個狀況呢 他參加了火箭大賽 在大賽中他成功製作一台能升空的火箭 村民看了歡欣鼓舞 對他紛紛給予認同 所以今天我們也要透過製作一台能成功升空的火箭 來取得大家的認同 取得什麼認同呢 取得那是手指不是老鷹的認同啊 礙於成本的考量啦 我們先做小型的火箭 小型的先升空了 再來考慮中型的或大型的 那火箭要怎麼製作呢 想像上很簡單你知道嗎 我先剪幾個那個推進器 再剪一隻身體 把推進器黏在身體上面 推進器裝了燃料之後點個火 它是不是就可以飛起來了 我就可以得到你們的認同了吧 我現在要先剪一塊 大概這麼粗 還是這麼粗 然後把它轉起來變成一個桶子 這樣就有像那個推進器了吧 怎麼樣加高 就說我這條線剪的值不值 怎麼樣加高 我這個火箭發射台還可以吧 待會火箭就架在上面 我們這個火箭是用泡棉的材質 因為想說比較輕 我現在形狀拼好了 你看我這裡是不是有一個洞 我剛剛不是有黏那個罐子嗎 我到時候就把罐子插上去 這個洞裡面我會塞我們的燃料 燃料我想像中比較簡單處理的方法 就是用火柴的頭 應該聽不懂吧 我們實際做給你看 就是火柴頭它不是可以燃燒嗎 我買了一千多盒 一千盒火柴 我就想說我把頭都剪下來 我把它放在我那個推進器的罐子裡 一次點燃之後 它不是就會產生熊熊大火 就可以產生熱動力 它應該就可以短暫的把我的火箭推上空 你這麼保守 短暫推上空 你剛一開始不是說會咻嗎 有飛起來就可以取得認同了 飛得短暫還是長久不重要 一千盒 全部頭剪下來大概就只有這麼大包而已 現在上燃料 把頭先裝進去 預計裝三罐鐵鋁罐的這個長度 最後一截我們會用這個頭 整捆的火柴卡住 卡緊的用意是這樣 我待會反過來的時候 它才不會掉下來 到時候我們再把這整支插到火箭上面 一點火 這個隨著木頭往上燒 燒上來之後就會燒到裡面的這些小頭 它就會產生熊熊大火 就會有這種 噗 欸 不是 就會有這個噗 的感覺 應該是這樣啦 好 KUROWY來幫忙裝 蠻剛好的 會不會塞一塞就起火啊 我們會記錄我們升空的畫面 這裡有一支小攝影機 我們今天的燃料也只夠飛一次啦 就沒有預設失敗的啊 一定會成功的 一定會得到你們認同的 Guarmo Life號第一次試射 試射倒數 3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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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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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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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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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2 1 手指啊 請大家放心 加高一直以來 都有認真打掃環境